你好,我是澳洲Henry 最近疫情还是非常凶猛 原来马路上都是汽车 开车从家到办公室要半个小时 现在15分钟就可以开到了 很多人也会担心 昨天就有人给我留言 很多人会担心说 我们会不会等疫情过后 我们的工作都没了 因为很多人是做中介型服务的 无论你是房产中介也好 移民中介也好 贷款中介也好 现在有很多线上的产品正在加速的发展 还有比如说看房 现在有虚拟现实这种看房的服务 很多人会担心会不会取代我们 疫情结束之后 回去上班的时候 突然发现工作没了 我今天通过这个视频就告诉你 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另外我们真正需要担心的对手 竞争对手究竟是谁 OK会问出这样问题的人 其实原因很简单 你不明白中介是做什么的 你不了解 很多人把中介以为是卖产品的 就像超市的售货员一样 OK商场里面的售货员 注定是要被取代的 但是中介卖的不是产品 中介卖的是信任 产品是可以传递的 OK钱也是可以很轻松的传递的 但是信任是不可以传递的 什么是信任 什么是信任不可以传递 我给你举个例子 假设你是一个油画大盗 你是一个油画大盗 你有一天你偷了Mona Nisa这幅画 这幅画市值1亿美元 OK这时候你拿到黑市市场去卖 OK你只是一个大盗 你能卖多少钱呢 你觉得怎么着也能卖个6000万吗 7000万 OK卖不到 2000万呢卖得到吗 也卖不到 1000万说不定你可以 说不定会更低 为什么别人不愿意花十分之一的价格给你买 为什么那个人前天还愿意用9000万买 现在不愿意用1000万给你买 原因很简单 因为信任不传递 他不信任你 你也不信任他 你不信任他是因为你担心 你把画跟他送过去之后 他会不会不接受你的画 然后报警把你抓起来 而他不信任你是 他不知道你画的来源是不是真的 我说的这不是一个编造出来的事情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蒙娜妮莎这幅画之所以这么红 就是跟当年被失窃有很大的关系 当年他在卢浮宫展出的时候 被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大盗偷走了 叫那个瓦尔菲尔诺 瓦尔菲尔诺呢 他假扮成里面的工作人员 把画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偷走了 但是你知道吗 瓦尔菲尔诺没有把这幅画 他卖这幅 他偷这幅画的目的不是卖这一幅画 他偷这幅画的目的是因为 为了把手上的很多的宴品卖掉 他手上有很多很多蒙娜妮莎的宴品 然后他就开始找这些会买这些画的人 然后一个跟他们讲说 我只告诉你一个人 这幅画我现在以一个极便宜的价格卖给你 你愿不愿意买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幅画被倒掉了 对吗 所以大家都很想去买 然后导致有多少人买呢 无穷无尽的人 所以这个蒙娜妮莎之所以出名 是因为太多的人宣称他有 这个蒙娜妮莎的真迹 所以100年之后 卢浮宫展出的那个蒙娜妮莎的那个真迹 很多人都觉得不是真实的 所以这也是事情非常有趣的地方 那后面还有没有人敢从陌生人里面买画呢 几乎没有了 因为有一个前车之鉴在这边 OK 我们的这个中介的业务 你想一下是什么时候活起来的 OK 就拿比如说很多大城市来讲 很多大城市一直到60年代70年代 几千年的历史他都没有中介 那为什么后来有了中介呢 是因为交通发展了 你有70年代的时候 有大量的人从这个小乡镇里面 来到了大城市谋生 这些小乡镇里面来的人 新来的移民 他和这些大城市里面的人 是没有链接的 怎么找都找不到链接 那中介就需要有个人 为他们的信用背书 这就是中介真正存在的意义 很多人不明白 那为什么我们买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找一个中介呢 很多人的心理上面 为什么你就不能自己去做一些research 自己去学习一下这个行业呢 说这个话 是因为你不理解用户的心理 用户的心理呢 是花最少的时间把产品买到 他不愿意去学习 他不想学习的 没人愿意去研究一个行业里面的知识 所以当我们去跟用户沟通的时候 我们应该知道客户真正的要的是什么 要简单 要快 要粗暴 那么很多人为什么愿意去找这些中介去买东西 而不愿意直接找供应商的源头去买东西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信任 OK 你一个大品牌的公司 或者你在这个市场上生存了10年20年 OK 我对你的第一反应不一定是你是诚实的 你也许也是个骗子 但是我的真实 我还有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就是这中间有一个重复博弈 就是你在这个行业里面生存了这么长时间 你你即使骗人对不对 你即使骗人 你也是有底线的 你不可能无限期的去骗人 然后还可以活这么长时间 所以很多人去买东西的时候 第一反应是查你的朋友圈 全去查你 OK过去几个月几年你究竟在做什么 你是刚做这个行业吗 如果他做你刚做这个行业 他就可能不太信任 所以当我们聊到一些科技产品 比如说像VR这样的产品 或者像这个大数据这类的产品 还有一些做IT的人搞出来的产品 他们想取代中介 短期之内是不太现实的 因为很简单 因为他们不是重复博弈 人们对这个行业建立起信任需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担心 那么谁究竟会真正的挑战我们这个行业呢 我告诉你是谁 是网红 就是那些在网上卖东西的人 那些在网上发朋友圈发的特别勤快的 那些我们朋友圈里面的网红 还有那些包括做抖音 做YouTube 做微博账户 然后做推特账户 做的特别好的人 这些网红他会取代原有的中介 对于我们的冲击是最大的 前两天 中国大陆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直播叫VIA 他用那个直播开始卖房了 之前前几天他还用直播在卖火箭 OK 我们先不说这个事情那个真伪 但是我觉得这是未来一个非常非常容易实现的一个场景 为什么 因为网红是重复博弈 你记住 网红他在网上是重复卖东西的 为什么李佳琪的口红卖那么好 因为他每一天都在卖 他卖了很长时间 客户去跟你佳琪买产品的时候 他心里面知道他内心知道这是一场重复博弈 李佳琪不可能为了骗我一只口红而去说一些假话 OK 另外一个就是网红还有个特点 他们卖东西的时候 他们喜欢用的一个方法叫做全网最低价 这个威力非常非常大 就是全网最低价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现在在任何一个京东平台 任何一个网络平台你去搜 搜完了之后你会发现 最便宜的价格就是他们 而且只有那一个点会可以买到 然后客户在那个点里面必须要进行购买 要不能以后连购买的链接都找不到 这就是网红厉害的地方 所以对于我们个人的启发是什么 这场疫情我们有时候我们可以待在家 有时候呢我们可以在办公室 闲的时间多一点了 那我们可以去做什么 我们多去做一些分享 其实很多的个人品牌 你说它是个人品牌也好 你说它是网红也好 它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分享 你要把你自己的知识 你在某一个领域独到的知识 独到的见解把它分享出来 你就会拥有自己的品牌 而当一个人发现你分享一个行业的知识 一个领域的里面的内容 超过两年超过三年的时候 他内心里面就会建立一个意识 你是在和他进行重复的多次博弈 当你可以把你的产品的性价比 体现出来的时候 用户是非常容易进行购买的 OK 这是我希望给大家今天带来的内容 如果你觉得我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欢迎你订阅我们的频道 或者点击小铃铛按钮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的内容了 好吗 好 我们就这样 下次见 拜拜